我好非常多了 我好非常多了 真的 直说自己好多了 去年底检查出肺部有恶性肿瘤 一人汪建民上个月无日警开直播 透露自己罹患肺腺癌四期 过程经历多次化疗 暴瘦12公斤 但才说身体好转了 没想到周二下午精全病逝消息 妹妹透过汪建民脸书发文 证实哥哥不敌肺腺癌 七号晚间病逝 感谢亲友们支持 也对所有建民哥亏欠的朋友们 至上最深歉意 这辈子的亏欠 让他下辈子再还给各位 请大家高抬贵手 给家人们一个空间 也希望哥哥的离世 一切烟消云散 过去主演的电视剧 台湾灵异事件 汪建民凭着铁头警探一脚 走红电视圈 这应凛然的形象深植人心 其实搭档谢祖武也在脸书发文哀悼 受访时满是悲伤 一个眼神 一句话 一个动作 我们就默契十足 我们是最好的搭档 我是上智 他是铁头 心里很难过 很想念以前那个时候合作的时候 一直在接受化疗 还蛮辛苦的 就觉得 这么 年纪这么轻 就这么的走了 这样子 演艺圈满满不舍好友阿Ben也po出和汪建民的黑白合照 说最后一次去探病时汪建民紧握阿Ben的手 当时他在心中默默祷告 现在建民哥没有病痛了 可以大口喝可乐来生再相聚 在个人品德上是有瑕疵 出了客串《新兵日记》饰演上校旅长一角 近年来出演的作品 包含连这英雄镜子森林 都创下不错的收视率 今年才56岁的他 不敌必摩早逝 这位铁头警探 如今也只能留在观众心中 女士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